根据市府统计 过去几年 卢族羽球馆 每年进出人次超过20万人 这支整修工程 在营运厂商的支持下 目前一楼和三楼 共规划八面羽球专业场地 而场馆内外空间和餐饮 相关设施也进行更新 希望届时带动桃园 更多人加入运动的行列 这个卢族羽球馆 重新开幕 感谢我想我们的 韭泰科技集团 其实投注了很多资源 把这个地方整修的 我想应该有相当的水准 不但是这个球场重新翻修 包括其他的附属设施 还增加了其他许多的 这些运动的这些 包括羽球 瑜伽 其他的健身馆 重训 所以我想会让爱好运动的 所有的卢族的我们的区民 市民们都会应该会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那也希望呢 市府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 资源的重新再利用 引入企业的力量 让我们的这个卢族羽球馆 可以为更多的市民服务 让大家能够更健康 就好像我们刚刚也有 许志杰续委员所提到的 这个不但是年轻人又用 我们也希望老人家也来用 健康老化 其实是国家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大家都要更健康 不管是年轻人老人家都一样 所以今天有一个场馆重新开幕 我想对于这个卢族地区 绝对是好事情 在我这两边呢 我想乾隆议员跟我们张桂梅议员 其实对这件事情 也一直投注很多心力 也一直希望能够 我们把这些运动场馆 做一个更好的翻修利用 所以今天有一个这样的场合 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非常高兴 也希望大家市民们多多利用 大家更健康 九泰科技表示 卢族羽球馆 在五个月的整修期间 不但针对场馆老旧设备 和闲置空间加以整顿 也邀请专业设计师 规划优良环境 包括了运动课程 领域空间 以及运动用品贩售区等等 期盼焕然一新的场馆 提供居民更加舒适的活动空间 我想知道这个羽球馆的人都知道 他已经有15年了 漏水 还有很多地方秀石 还有残破不堪 那当时市政府的底标是 是1500 我们是用2000万标下来的 实际上完工的花了2100多万 我想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那把这个羽球馆翻新之后 希望给卢族地区的 这个喜爱羽毛球运动 还有其他运动的人口 能够进入这个场馆 享受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你不打羽毛球的 也有重量训练室 也有瑜伽室 也有这个伸展的一个教室 还有我们乒乓球桌 另外我们一楼 我们做了一个清食区 就是大家累的话 可以在那边喝喝咖啡啊 聊聊天 所以说整个馆看起来是比较 比以前明亮又温馨 所以希望能带给卢族地区的 还有桃圆市民 有一个好的运动场馆 卢族羽球馆从即日起到15号 是市云运期间 开放民众免费入场体验 市云运开放时间为 平日12点到下午8点 假日为上午8点到下午8点 到场馆可以免费体验 多项的课程和羽球免费试打 采入约制 报名课程也享有优惠折扣 记者东云飞 卢族采访报道 卢族地区 文明昵 días 卢族地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